古曲车的演出就像当初民主剧场的开业一样引人注目 郭德纲此次不仅仅轰动了天津地区的领导 更是获得了与天津市公安局合作的机会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次德云古曲车的成功性 首先是天津市河北区的领导前往德云市后台 看望各位演员 为什么郭德纲一个民营社团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呢 其实我们可以参考当时武夷天津民主剧场开业时的场景 当初上千粉丝把民主剧场围得水泄不通 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所在的异式风情区街道上都是人满为患 附近的宾馆酒店更是抢不到 虽说天津也是旅游圣地不缺少游客 但是德云社当初带来的效益是不可忽视的 这次郭德纲再次把古曲车选择在了天津 不仅带着王慧以及各位古喜艺术家 像是张亚琴 周月以及张云雷 周九良的三贤师傅胡子义 甚至把德云社有名望的角儿都带上了 再来看生年王会 一席黑色旗袍站在台上一席风发 颇有大家风范 当年十五就曾开设自己的专场 如今也算是能重新捡起当年的手艺 而此次演出也让天津方面 看到了德云社方面的影响力 力腰 郭德纲 于谦 岳云鹏 张云雷等人 与河北地区的警方合作 共同宣传关于网络诈骗的相关知识 评论区果然一呼百应 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领导的视察 官方的合作都证实了 郭德纲在天津的这步棋没有走错 天津分社自从五一开业以来 郭德纲就把战略中心放在了天津 不管是剧场 京剧等自家的产业 都要在天津的地盘上扩展 北京大本营有的东西 都圆分不动地搬到了天津 就在古举车 一片欢呼声中 德云女孩却惹了祸 粉丝太多买不到票就堵在了门口 杨绍华老先生离场时 本来就身体不适 被高峰等人搀扶着 却许多粉丝一直围着 老先生一直在艰难地移动 几分钟的路程也走了很久 平时唯独演员还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毕竟老先生身体不好 当初天津剧社开业当天 杨绍华父子二人并没有出席 是在开业第三天才到场 后来解释是因为身体业力 杨绍华录了一个视频解释了一番 当时杨绍华旁边还挂了尿袋 看得出是真的去不了 但是却是引来了一部分网友的猜测 他们父子二人 是不是因为当时取鞋的倡议书 不敢出席此次活动呢 当初的取鞋发布的倡议书 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 一经发出 各个相声团体也是都纷纷地转发支持 就连郭德纲也不例外 但是很多人都觉得这场一出 就是针对郭德纲 取鞋怕是有一种 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 或许当初到场来的前辈太少 怕是压不住场子 老先生才拖着身子到场 就像是如今的不去车开业 老先生依旧支持郭德纲 张九龄也被粉丝半夜在剧场围堵 但是张九龄一语点破了当时的粉丝 别把好事变成坏事 一直在劝导粉丝注意秩序 不要影响旁边居住的居民 这里也要呼吁大家理智追行 当初岳云鹏就是被点评表扬 原因很简单 理智追行 岳云鹏的偶像是王妃 几年前和王妃有机会同台演出 岳云鹏还特意穿了一件衣服 上面是用针缝的王妃的名字 说是特意做的 没有很名贵但是却很用心 和王妃互动时也很注意分寸 没有过节的行为 后来岳云鹏在节目中说到 有次自己明明有机会 要到王妃的联系方式 自己去拒绝了 说偶像和粉丝之间 还是保持一段距离的 要到的联系方式 也不代表就是朋友了 各方面看下来 鼓曲声也是比较成功的 郭德纲能够在这里 骑开得胜也不容易 天津作为取义之乡 当年天津同行的抵制历历在目 郭德纲在这里摔过跟头 自然想在这里重新站起来 09年郭德纲曾在天津的分社 以失败告终 当时网上各种猜测都有 一种说法是天津遍地都是艺术家 只认可传统的相声 天津的观众不认可德云社的相声 岳云鹏的相声被排斥得格外厉害 当初岳云鹏耍剑式的相声 受到了不少的抵制 哪怕是主流也是一样 当初江坤曾在天津演出 下面的艺术家让他表演报赛名 江坤当时汗如雨下 心事相声的江坤 并不会这些传统的东西 此外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意思差不多 但是不一样的是 当时德云社李京何云伟等人 都还在德云社 演员上台后 下面有观众贺道采 念演员下台 当初何云伟走哪都是有人捧着的 这种待遇肯定是不服气的 上台后就开始明里暗里地 讽刺下面的观众 郭德纲和于谦见情况不对 才连忙上台制止了情况 郭德纲在年间名声本来就不好 敢在天津的地盘这么放肆 不就等于 这不就等着被处理吗 按照当时的情况 德云社里只有郭德纲 于谦和高峰在天津的观众 算是比较认可 但是当时正是德云社发展之际 郭德纲和于谦各个地区的商严 肯定是忙得不可开交 更何况还有本京的小剧场 整个天津剧场 肯定不能指着高峰和鸾云萍两人撑着 所以天津分社的事就不了了之了 这个分社开业一年时间都不到就倒闭了 再次开张就是12年后 一口吃不成一个胖子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郭德纲正在用德云社的演员 带动现在年轻观众认识谱曲 慢慢地从喜欢台上的演员 到喜欢他们表演的谱曲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德哥觉得 这就是相声带动的曲艺 不知道当初不认可 相声带火京剧的老前辈们 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你们觉得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结束了 期待下次相见 听德哥聊不一样的德云八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